刚和一个北京的朋友聊了一会儿 怎么都会感觉在北京都混不下去了呢 北京到底是怎么了 首先工资不怎么涨 物价上涨却又停不下来 稍微往里边一点 停车费一天也得一百 对,你没听错 停车一天都一百块了 这不是逼着我们去做一个没有数字的人吗 乱停乱放 还有现在这个就业 大学生扎堆找工作就算了 现在还有许多原先的企业主 我朋友赚了一天 竟然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 北京常住的人口 自2000年以来首次出现负增长 工作机会少 生活成本高 据统计 今年工资平均一万八千九百七十六块 北京两千多万人 有多少人拿到这个数了 大多数七八千就不错了 除去房租 吃饭 加上一些零七岁八的 还能有多少 真的是 北京赚钱 北京花 一方别想带回家 剩下的可能就是每天上下班 挤不完的公交 坐不完的地铁和堵不完的车 您是这是老住户吗 对啊 又喂 那今天不周五 您没上班啊 你见过八零后上班了吗 你在社会上能见了多少八零后 早就消失了 那您今年四十出头了 可不过四张多了 就不上班了 上不了班 谁要啊 谁要啊 你三十多的九零后都没班上了 那我们早就被淘汰了 没有那这也太早了 就看年富力强就 那现在就这样 你怎么办 你是这么卷不卷的都都没用 这就是现代一个现状 你到时候也得经历这个 你嫌出生率低啊 你现在就业又解决得了吗 解决不了 你低龄老年 我觉得还没到低龄老年那地步吧 哎 行了 什么都不是 成渣渣了 那怎么着 您越说越惨 那不前两年还一个什么小夫妻 这咋够三百万人退休了 拿什么挣三百万 你不吃不喝 家里这套房子贷款不还 真是啊 四十岁老爹开始有 有点病了 可不 那我们现在 你失业了 你这社保一交好几千 一两千块别人有了 对吧 你拿什么交 一两千 你不会这孩子抱个班什么的 你又没退 你没进行 那你没干点什么 想干呢 不知道干什么 能干什么 送菜地送外卖 也就干干这个 最基本的 那您也得是大学毕业吧 那肯定都大学毕业 我们这一波不都大学毕业 这竞争太激烈了 没干梦 心比天高 命离主 这里是北京最大的临时工具基地 马居巧 这里聚集着十几万的精精物工者 但是他们又区别于其他的北标 有一个标签临时工工资 日节分减工一百六十 十二个小时不管饭 有的甚至比这个工资还要低 早晨四点多 北京的天刚刚亮 马居巧商业街的十字路口 已经有几百人在这等活了 他们对于工作的要求很简单 只要价格合适就能干 来这找工作的大概分为几种 第一刚来北京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 但是为了生活下去 就在这过渡一下 工资虽然低 虽然累但起码饿不着 第二觉得临时工自由 可以干一天休三天 第三就是年龄大的农民工 工厂已经不用了 又没有一技之长 来这找点灵活 养家糊口 大家也都在抱怨今年的活少 工资更低 成千上万人来这这等活 能被招走的是少之又少 上午没找到活的 下午再来碰碰运气 有钱不住天通院 落难闭闯马居桥 也许 这就是对马居桥人最贴切的形容吧 你们知道现在劳务市场的价格 都内敛到什么程度了吗 眼看还有两个月就过年了 但是 这劳务市场的工价 却提到了尘埃力 现在取快递 赶分减都降到了140 一天装车卸车160 都是12个小时 很辛苦的 这些人都是付出了巨大的劳动力 却只能得到微薄的收入 如果你犹豫 想考虑一下去不去 等你想好了 人家已经招够了 想去就只能等明天了 而保安的价格更低 12个小时90块钱 而且你想干还抢不到手里 这些人有很多都已经住不上房 吃不起饭了 这些人除了每天在这等活干 好像也没有别的出路了 这就是北京最底层打工人的真实生活 我可以给他们再吃掉 吃掉一根 叫他不要吐出来 大家都得死 都要饿死 老公子 兄弟们 干嘛去嘞 一转眼天也快黑了 很多人错过了早上招工的机会 那又得等一天 他们大多租住在马居桥周边的村子里 最便宜的21个床位 这种生活环境 就能满足临时居住和过渡 这位男子说 锁上了 关门了 这么大一个茶城 一共是四五层 以前我这里边有很多合作的商户 这才几年呢 四五年的时间 已经是没有商户了呀 之前多火爆啊 多火爆啊 时代的变革 经济衰退 时代的变迁啊 连招呼都不给我们打一下 这里是北京 北京西城区马连道 未来很多实体店 很多实体店可能 可能都是这个样子的宿命 就是以后啊 这种空铺啊 各个市场 商场卖场啊 这种空铺会越来越多 至少一半吧 百分之八九十以上的商业 写字楼商业地产倒闭 他说十年前啊 我在的这个位置是何等的繁华 如今已是人去楼空 一片萧条 我所处的位置 是北京西二环和西三环之间的位置 时过境迁 现在这条街上 这个广场上 可以说是门可罗雀 空无一人 谁能够想到这时代的变迁如此之快 曾经繁华热闹 曾经代表着先进生产力和商业模式的 加勒夫关门了 留下的呀 是无尽的 空空荡荡 再看代表着先进的演示文化 美式文化的 如今也溜至大吉 这里是北京 北京西城区 哎呀妈呀 沃尔玛给全关了 你看 清洗空间 这边全关了 送儿子来上 嘻哈猴子 最后一节课 要换位置了 李嘉存万达的沃尔玛也闭店了 门口的小商铺 已经拆成毛皮房了 刚九点 超市里的人就很多 货架子基本都空掉了 沃尔玛一度是我最喜欢逛的超市 产品种类特别丰富 很多其他超市 见不到的东西 在沃尔玛都可以找到 尤其是它的自营产品 品质高 便宜又大包 惠宜的果汁饮料牛奶 无敌了 随着中国营商环境的恶化 国际巨头公司纷纷调整战略 寻找新的发展机遇 全球最大的零售商沃尔玛撤离中国 采购中心牵制越南 又一个巨头转身离去 既被来的先锋基金后 沃尔玛也选择了告别 同时 沃尔玛正从印度进口更多商品 并减少对中国厂家的依赖 来降低成本 并实现供应链多元化 消息一出 市场震动 这位男子说沃尔玛疯狂关闭 沃尔玛的广州总店也关掉了 最近两年 沃尔玛 大量的官地在中国的商场 要知道近几年 这些外资的大型超市纷纷撤离 特别是迦勒福 麦德龙都已经直接清寒卖掉 迦勒福卖给了苏美 现在几乎是全面关店 麦德龙卖给了物美 现在也是难以为继 纷纷关店 凡是发达国家的实体店 都是充满人间烟火味 购物人群络绎不绝 向沃尔玛养活员工达210万 反观内地实体店门可罗雀 纷纷倒闭 曾经也有我的一份 如果都能赚到钱 谁又愿意背井离乡外出谋生 发展实体经济 才真正是一个国家的半壁江山 真的有点可惜 今天是最后一天了 11月30日起停止营业了 据说要迁离中国 又要有多少说人失业呢 这可是曾经宁波老城区最大的超市 这边是沃尔玛宁波连锋店 最后一天了 再带大家过来看一下 这里估计有很多人的回忆吧 目前一楼也就中间有点东西了 二楼已经关了 走不上去了 现在一楼也空空荡荡的 带大家再转一圈吧 前几天还有很多人来抢购 现在也没啥东西了 这画面真的有点心酸 路透社报道 根据数据公司Import Yeti的提单数据 今年1月至8月期间 从印度进口的商品 占沃尔玛进口到美国的商品的四分之一 相比之下 2018年这一数字仅为2% 同一数据显示 同期货量中只有60%来自中国 低于2018年的80% 这一转变表明 从中国进口的成本上升 美中之间不断升级的政治紧张局势 鼓励美国大公司 从印度 泰国和越南等国家 进口更多产品 我们想要最优惠的价格 沃尔玛负责采购的执行副总裁 奥尔布莱特说 自2018年收购印度电商公司 Flipkart 77%的股份后 沃尔玛一直在印度加速成长 两年后 沃尔玛承诺到2027年 每年从印度进口100亿美元的商品 奥尔布莱特表示 这一目标仍有望实现 目前该公司每年从印度进口 约30亿美元的商品 有分析指 沃尔玛曾在中国市场独领风骚 如今选择将采购中心牵制越南 这不仅意味着其战略转移 更预示着中国零售业竞争格局的改变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 国际巨头纷纷调整战略 寻找新的发展机遇 这正是我们面临的现实问题 沃尔玛是美国第一大零售商 里面大部分东西都是中国采购的 对中国制造业出口影响巨大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